那 Part C 我很低地的就跟你讲 Rotation 因为我发现到大多数人他们不会错误会叫做 Rotation 怀疑好像很难找的对不对 对不起 我等一下讲了一个方法 一个叫草味叫美 简单 那 But before 我先跟你讲 在 Seminar 我相信你们都有联系做到这个东西 一个 brochure with 3 weeks of time table 对 他的确是你们 Seminar 里面包括两个礼拜的那个课 那个两个礼拜其实是三个礼拜 我会直接 extend 多一个礼拜 那 这边有全部 available subject 所以我自己本身 encourage you to like 那 我会交这三个位里面的 AdMax 我会给你们知道到底 AdMax 和 Max 有什么分别 那 Of course 为了让退时间 你们来这个坏的时候 我会跟你们讲 AdMax 到底是怎样的 Excombed to Max 完全是一个差点 一个差点 那 Of course 只是人家讲 AdMax 啦 你一听到 AdMax 这个字 你会觉得难 可是 那个是你听过了嘛 你要自己 feel 现在才懂 OK 那 Of course 这个 我们先丢一遍 但如果我们过后在你的 PMR 过后你过来的 class 我再有 detail 给你们再解释 那 这个 rotation 里面 我先跟你讲清楚先 就是我现在分成两个 case 第一个 case 和第二个 case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跟这一个 它会有什么分别 如果你在 Part A 一看到这个东西叫 Fan Theory 这种对不对 OK Fan Theory 我大概再解释多一次 那 Fan Theory 是这样子的 我给你一个 Tradition Plane Of course 一个 Tradition Plane 这样子 一个 Tradition Plane 这样子 看上去我有 detail 我有 detail讲到 OK 比如说是个 X 和 Y OK 一个 Object 我画两个 unit 跟一个 unit 90度 放在这一个 Rotation Point 叫做 Origin 如果我 Apply 一个 这个叫什么wise 我们叫 Clockwise 对不对 那 这个很明显 我要做的是一个 90度 如果我要做一个 90度的话 打个比如这两个红线 如果我转 90度的话 也是会来到这两条线 对吧 如果我再用这个黑色线 转 90度 你是会拉到这边 这样你把这个 跟这个 Connection 也是拿到 Image 上方案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就是一个 90度的 pattern 对吧 如果我再 Apply Voice 把我 Fan Theory 跟你讲就是 它的 Rotation Point 是这个 所以我这边要写 Origin So that 你现在可以拿到这三个 Point D A 跟 R 看到吧 Clockwise 你的 Angle 然后在你的 Origin 这个就是分别 Direction Angle 还有 Station Point OK 那 再来 如果我再继续拿一个 90 Clockwise 再来一个 Origin 这样我相信你也懂了 这个红色的线 你再继续转 90度它会来到这边 如果 这个黑色的线 你再继续转 它是会拉到这边 所以你再 Collect 起来 你会拿到一个 Image 上方案 对不对 再来一个 这个红色的线 再继续转 90度 基本上我是再 Apply 到一个 90度 Clockwise Origin 对吧 然后你又可以拿到 这两个线 对不对 分来是在这边的 Rotate 90度 大概到这边了 对不对 然后 这个黑色的线 再转来到这边 你 Collect 起来 Image 上方案 简单来讲 Object 去到这个 Image 上方案的 Pattern 我们试试叫做 Clockwise 90度 Origin 如果是我要来到 Object 从 Image 上方案 Object 去到 Image 上方案的图 90 跟90 总共从这边到这边 是180 这样起文 Clockwise and Cloudwise 这是重点 Of course 我们在考试我们要写 可能我们写行用一个 Clockwise 所以我就写 Object 到 Image 2 我会写 180度 Clockwise About Origin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Fan Theory 它 Allow 你 To Identify 到底它是90 还是180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给你看 就是 Of course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 Battle 所以用一个 Triangle 给你解释 这个我插掉 这个是用 Fan Theory 来决定 到底它是90 还是180 我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to决定90 还是180 就是用 Case 1 跟 Case 2 直接用问题来决定 所以 你自己看 Case 1 和 Case 2 我给你3秒 比如说 OK啦 3秒 你决定看 到底谁是90 到底谁是180度 你也可以用 Fan Theory 来决定 如果你不要用 Fan Theory 决定的话 你要用什么好不好 我给你3秒 你先看 那 看啦 我是这样子做的 Of course 给我 这个是90度 你看看 Fan Theory 你应该大概猜到 Object 转变 image 90度 对不对 可是 我们不要决定是 Clockwise and Clockwise 我们要 Confirm答案 等一下我给你解释 然后这个Object image 你一看就是 ByR 对不对 这样我到底所谓的 OK我先写一简 这个 对啦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Google 可是我讲的 所谓的丑分别 是什么意思 丑分别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很简单 我所谓的 relevant point 意思就是说 Z去到Z connect X去到X connect 诶 很奇怪 这不过我connect了 好像怪怪样子的 不用讲我再去connect Y跟Y connect 就是很奇怪 对不对 好像很乱这样子的 OK我这边写了 乱 简单来讲 这边是乱 可是你来这个的话 你来B跟B 你画线 A跟A 你画线 诶 C跟C 诶 每一个point intersect在一个点 对不对 所以是每一条线 intercept在一个点 这个东西整齐 对不对 整齐 对不对 所以整齐的话 就是我 我自己本身 个人觉得 是美 所以这个美的话 就是我讲的180 然后这个丑乱 就是我讲的90度 所以 你已经懂 90跟180度 你比赛始终 Fan 都未来决定 你可以有这个方法来决定 对不对 可是其实重点 不是在这边 90跟180 我们很容易看得出 我要的是rotation 到底要怎样找 对不对 你发现到就是180度 它intersect在一个point 这样这个你已经不小心 找到了rotation point 对不对 你直接就写它的corridor 出来 就是给它 没拿大的 只是问题是90度 就是麻烦 它肚子乱 它还要丑 对吧 这样它丑的话怎么办 就是麻烦 你又要再画到一条线 然后去哪里 rotation point of course 你用tomers画 我只是用手指 接着给你听 所以我这样子打开 这个是我tomers啊 我打开啊 我打开aspeak as soy of course aspeak as zak 我先用zak 所以我放在zak这边 看到吗 两个point 我的这个针 跟我的铅笔 这个比如说是铅笔 这个是我的point 我放在这边 然后我perform 下画上 画下画上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边有一个intersection 这边有一个intersection 然后你画一条线 ok 你画了一条线过后 这边定盼又找到你的答案 你要的是两条线 两条project的线 送给你 才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that's why 下一个 请问可不可以选zx 可以 因为问题的 请问可不可以选y 可以 你是要多一个团了吗 but of course 给我不会选zx 不是因为我手不够长 拉不到 不是 是因为parallel 你比较难拿到intersection ok 所以 我会选择歪歪 原因是因为它不parallel 你容易找到intersection 所以我放在这边 我放在这边 我perform 我的permaticular 我这样子 左右 左右 你会发现到 ok 我用红色滑 这边一个 然后你这样子collect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到 这条蓝色的线 跟这条红色的线 它intersect在这个point 这样你就拿到你的rotation point了 知道没有 那 所以 这个就是整套rotation 你可以apply在 你的第十九面里面的第三题 好不好 那 所以我就stop在这边 所以我想信 不是想信 就是在 这三个月的回点 可以看到你 我在ms3 再in detail的给你 feel下到底ms 跟ms有什么不同 记得 不要觉得ms难 因为大家都觉得难 ok 所以我们feel下 我给你feel下 你现在start在你的holiday program的时候 叫我first的max 你找到的话 当然是会 比较厉害的啦 对我先 所以这三个礼拜 我就见你了啦 再见